大家好,我们继续来观看中国男人对战南苏丹的比赛啊,这是第二集,还没有观看前面比赛的小伙伴呢,点击头像,我都有发全部的比赛内容,都是完整的录像啊,有没烦住啊,被对方呢,又要是打了24比16。 陈永锡,勇敢的拖嘛,换什么,武松都敢打老虎,真的是,冯明仙,三飞,来了,他直接兴奋的喊着手指了啊,赶紧推翻,赶紧推翻,我那个乖乖,漂亮的反手,老队长就是有经验啊,挣钱再量就实践啊,韩光004当年,还是老周棚。 小白,手感火热,大王呀,胆才能不能胆磁死了呀,不要往下跑,陈永锡,浩道,连锁五分。 凯尔德平平点头啊,小崔的身体天赋是没得说的,这是老周棚的两个底脚的三分球回放啊,挣钱再量90件韩光004当年。 还是有如在广东一样的猛啊,产下的小伙伴都激动坏了,彭哥就是彭哥。 赵瑞,不要停球,大王呀,报警了呀,杀进去,漂亮! 这是大王生涯的天空啊,哼哼。 居然有这样的脚步。 以前骂过大王的,排好队给他道道歉啊,真的是。 哎,炸裂了。天神下凡。 这样打的话,不赢就难啊,只差一分了。 这个球吹了进攻犯规吗? 吹了老周棚的阻担。 啊,还是没毛病啊,在移动当中。 没有提前站稳。 阿兰也是两罚拳中啊,打了一个三分。 老周棚也是有点累了呀。 换他下来休息。 小白。 大王,再来一个。 漂亮的后仰。 崔勇熙,未来中国男男奉献的顶尖高手啊。 身体素质简直是爆炸。 抓好反手,不要给对方头。 对,对,对,没毛病。 头不进了,头不进了啊,让他打。 崔勇熙是打不了。 小崔的身体,你看得住吗? 哎呀,真的是打脸了呀。 找不住,找不住。 我那个乖乖,居然是扶人那个中锋。 这样没办法啊。 又被打了一包进攻高潮,真的是。 老乔这个手势是什么意思呀? 难道是绝招? 赵瑞的空外,漂亮。 绝合今天有很多空位啊,对方是完全没有针对他的。 机会呢,都被他抓住了。 小孩还是能单换周期的啊,一点毛病都没有。 但难受,但马上就换了一个回音球。 28比30次。 小翠上的篮下。 我来乖乖,看到过桥,我血压就高。 什么玩意儿。 好烦。 真的是好烦。 凯尔兄弟被对方给抢断了呀,欧洲部。 造成了犯规。 你让凯尔去打空位是有点为难了啊。 赵基伟。 外线三分,还是赵瑞。 太秀了。 连续爆发两场,真的是不可思议啊。 大魔王,交给赵基伟。 三分也有。 中国队今天的三分九投得非常的准啊。 十三中六半场结束。 超过了百分之五十,我来乖乖。 大魔王造成了犯规。 所以我说这一场球能够赢的,你们不相信。 只要是拼到第四节难受,但是找不住的啊。 相信我。 周琪站在罚球线。 第一罚稳稳罚进。 再来一颗,两罚全中。 你看这个状态。 老乔果然是有点东西的啊。 前面是演的。 哈哈哈哈。 但是这个空位有点着不住啊。 对方的三分球是十八中九。 我没得是十二中六。 十三中六。 好的,你看。 自己呢,差点失误。 结果还是抢回来的。 将球给打进。 必须他要找回状态。 再来一个。 慢慢的太极。 这就是节奏。 篮球就是要打节奏啊。 给你带来的时间差, 让你无所不能。 半场结束呢。 中国队落后四分。 点赞加关注。 感谢支持。